把我们的家训 请你们注意我们一起的报告 感谢神 那么我们刚刚才完成我们这个的营会 我们在法六甲一个非常棒的营会 掌声彼此上帝 我们两百四多位基督姐妹 参与一次次的营会 所以今天下次有机会呢 要接着参与一次次的营会 因为呢 你世纪有很多祝福 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我们也找到神对我们的命定 我们生命有方向和目标 感谢神 那么呢我们的S2教会 我们的这个装置工作 已经来到一半了 明天早上我们正式启用 我们这个楼下这个礼堂 当时都有上帝 可是我们第一次会启用这个礼堂 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边 还没有装修好 所以从这个星期开始 所有的这些的 我们的祷告会 查经班 都会用在我们的S2教会 就会回来母会了 记得我们星期五的这个 灵火之夜或是的 圣灵火之夜或是的任何祷告会 都在心里 都在包括神迹之夜 记得包括神迹之夜 我们都会回到这个 这个呢 信神教会 所以我们上了这个新的 我们一个装修的这个建筑 感谢神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呢 我们感谢上帝今天 我们在这个福音堂 有开始了一个的新的事工 就是我们7979曼 这个社会银行 我们有在福荣 正式的这个成立了 就是我们大概只有六个教会 一起的倡议 我们看一下这个相片 OK 就是在福音堂 这个就是我们的开幕律师 所以盼望更多的教会 更多的弟兄们 能参与这个 社会银行的这个事工 这个是非常棒的工作 把掌声和上帝 阿们 这个不但是我们 叫来做 我们也是个连结教会 所以同时今天中国报 有这个关于 我们社会银行的消息 所以包括呢 每个从这个星期开始 每一个拜六呢 我们在中国报告会 会有刊登 快要花成的 一些的活动的报导 所以下个礼拜会出 我们爱华自家的这个事工 特别是我们教会的事工 所以请记得 这个报纸虽然看是免费 但是有人就没有奉献 但是我们要更多的帮助 我们如果可以藏一个方案 每一份都会快一钱 所以今天我们上会 你可以免费缩取 今天报纸来 所以我们最后奉献 如果你要奉献 你不要奉献 你拿也可以 这是每次已经奉献了 所以我们爱华城 我们这个组委会 来去资助的 所以每一个星期六 我们一个六期 每一期都会报导 不同的活动和事工 所以我们注意 每个星期六 一直到8月5号 所以记得 我们可以请大家 能够向我们的树林姐妹 都订供 这是卖快一钱的 谢谢神 好 接下来就是呢 记得我们呢 为主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这个呢 杨廷安博士为我们主讲 这个灵火之夜 包括呢 还有敬拜赞美的培训 这个早上9点到1点 然后礼拜天下午呢 12点半到2点半 放给每一个的都参与 我们将会 开放给每一个弟兄们参与 这个呢 令你敬拜和复兴 这个就是包括呢 我们这个呢 培训 谢谢神 那么从明天开始下午 一直到下个拜六呢 我还不在福隆 因为我要参 我要出席一个 我们要巡回这个整个 从槟城到 吉隆坡 到吉隆坡 到马六甲 到欧伯 欣赏我们有联系的这个呢 一系列的我们 尊重信仰的这个 讲座会和这个呢 陪灵会 我们大概有十个讲言 所以我们要带队 所以一起为牧师祷告 所以为我们的健康 为我们的心疼祷告 感谢神 还有报告就是 我们有 昨天明天 今天和明天呢 都有这个 MADONADO 这个呢 超自然的这个医治 布道会 在这个PGA的这个体育馆 如果你有这个 时间内会参与这个工作 我这晚上有出席 非常多人 有很多的医治 有很多的帮助 所以今天如果有病的 请 带他们到这个 PGA的这个体育馆 我们明天晚上 就会有机会 谢谢神 好 谢谢我们的敬拜团 谢谢你们 鼓励他们 好 今晚上呢 我们有个奖面 就是 也许你 他来过我们教会 只是没有注意到他 他是在七年的时候呢 我们记得敬拜赞美之夜 他在我们当中 那个呢 我们感谢上帝 所以我们的王俊逸牧师呢 是来自台湾 他现在定期在美国 那么现在就负责这个 凌峰传播中心 这个工作 所以凌峰传播中心的前身 就是Tenor Radio 这是我们神召会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广播的施工 特别像中国大陆的 一些的 通报的传福音的 一个人的管道 那么呢 已经是将近五十多年了 所以现在本来是要把工作 就是停止了 因为又不再有这个接班了 感谢我们王俊牧师有个负担 就不要浪费个资源 然后这个器材 他就接管这个工作 去年的时候 有信心接管的工作 所以我们 虽然他年纪已经到七多岁了 虽然他还是 虽然去年过了 但是还是服侍上帝 把掌声给上帝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他是给我们的榜样 不要因为年纪大了 你就不能侍奉神 他还是拿起这个工作 到处的分波 就为主分波 来去筹目 目狂 来帮助这个呢 临风传播中心 所以今天我们 祝你这一掌声 欢迎我们王俊牧师 来为我们分享神的欢迎 谢谢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人生最美的事是什么 解答很多 每一个人的解答都不同 可是我个人觉得 今天在活在世界上 人生最美的事是 像今天 我人在台湾 可以飞到这里 然后你不管是到 芙蓉 到美国 到英国 到欧洲 哪一个国家 到非洲 只要你到每个地方 你都可以找到一群 像你们这样子爱主的弟兄姐妹 阿们 你们不爱主吗 阿们 大声一点吗 天花板不会掉下来 阿们 你们比我还小声 我没有用麦克风 阿们 这是最美的事 无论你走到哪里去 你都会碰到一群 爱主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敬拜神 美不美 Hallelujah 我今天可以来 当然我要感谢牧师 我们王牧师 我不是替他打广告 他不用打广告 每个人都知道他 我今天跟他一聊 哇 我真的感谢主 弟兄姐妹 你们每一个人 一定要跟牧师同心 你们知道你们牧师的那个意象 那个眼界多广吗 我今天来了 我真的觉得有幸 7月1号 你们开始有两个月的 8月有一个花城的什么 嘉年华 我们的牧师 有这样的意象 我还以为只是那个嘉年华 可是在这两个月当中 有好多的事工要推动 我们的教会叫什么 阿嘎培是什么意思 爱 对不对 Hallelujah 你们都是有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更有一位充满爱心的牧师 所以他要你们跟他一起出去 先从福隆 去找那些必须要得到爱的人 阿们 Hallelujah 我觉得余有荣誉 7月1号你们正式开始 开跑 我在这里 感谢赞美主 我呢 有一个不太好的脾气 我就是要讲到之前 如果不唱诗歌 我好像讲不出来 姐妹麻烦你一下 我从年轻就有这个臭脾气 好像不献一首诗赞美神 好像就不知道该怎么讲 那我这一首诗歌 不但叫赞美神 我是要祝福你们 这一首诗歌叫 耶和华祝福满满 欢 Angelna 面牙手 哇 哇 那些啊 你们大家好 平安啊 耶和华祝福 是麻麻 阿们 OK 我会唱慢一点 慢一点 愿出汤汤的军季 也不花族默默 琴唱海比土山 恩殿主爱 直到万世代 我会驚唱近白鱼 出看那个歌声 好轻松 以命 应不耍 禅中的白鱼丝 是无欠贵什么 山顶的白鱼丝 春天就显芳米 总是专领的兄弟 每日收书真习气 好地酒花的结析 显出汤汤的军季 也好花族默默默 琴唱海比土山 恩殿主爱 直到万世代 我会驚唱近白鱼 我会驚唱近白鱼 出汤汤的军季 我会驚唱近白鱼 出汤汤的军季 我们天主爱 直到万世代 我会驚唱近白鱼 出汤汤的军季 好地轻松 以命 应不算 阿们 生日祝好您 也会 恩典 麻烦 在您的心中 让您七月到八月 到我 这年花的时 大奉修 阿们 阿们 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叫舍于得 圣经这样说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世当作有损的 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世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舍 不用解释 丢掉了 没了 阿们 得了 得到了 放在口袋里 舍跟得是相对的 人一辈子当中 从小孩一直到老 我们都活在舍跟得的生活当中 你必须要取舍 小孩子要选玩具 对不对 妈妈 你要不要买一个无敌血金 小金刚 给你的 小女儿 你会这么做吗 你的女儿会怎么做 妈咪妈咪 我又不是男孩 你怎么买那个什么 无敌血金刚 我要把比 阿们 他会选择耶 那你去吃饭要不要选择 有哪一位弟兄或姐妹 你到餐厅去 你说 老板庆菜啦 庆菜给我一个东西吃就好 老板跟你说 我没有买菜 阿们 你菜单拿起来 你要选要吃鱼就点鱼 要吃鸡就点鸡 要吃牛就点牛 你要吃猪肉就点猪肉 阿们 要选择 穿衣服要不要选择 我穿这样帅不帅 像老帅哥一样 我不是为了帅 我告诉你 我选择这个衣服 它是麻纱的很松 你们这里热嘛 我穿起来一点都不流汗 另外呢 我最怕打领带 有人说打领带是活受罪 像我要唱歌 如果刚才一个领带在这里 我还可以说 我不是为了帅 我为了穿起来舒服方便 我有选择 你看你们每个人今天 帅哥穿得很帅 美女穿得很美 阿们 我特别欣赏 我们今天领敬拜的姐妹 她穿得真的帅气 你要不要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帅不帅 阿们 阿们 她不能随便穿 她穿个T恤来这里领事 我告诉你 穆斯明天就打电话跟她讲 阿们 这是她的选择 那年轻人 这边有女朋友的人举手 我看看 没有人 你们都没那么可怜 要不要祷告你们 神给你们女朋友 中国人很那个 做父母的孩子长大 都 阿你也快娶个母 娶个母 让我做媳妇 对不对 阿有没有一个男孩子说 爸 阿就简单嘛 我就不知道要怎么 娶婆你穿菜 举个女孩 举完 看能够做你的媳妇 给你生孙就好 那没有人这样 没有啊 喔那不行 我选对象更要慎重 第一个原则是什么 你要跟信的人 才能同父业 阿们 穆斯对不对 信跟不信 不能同父业 你要更慎重 弟兄姐妹 你们这年轻人 你要祷告 神给你一个 跟你同样有信仰的 爱主的 阿们 要选 工作要不要选 要 青菜啦 如果我一千块 你给我就好了 我给你做 你就要做短工 就短工也不要一千 阿们 你会选择哪一个工作 收入好 我比较喜欢做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 有一样东西不能选 年轻人很聪明 你告诉我 什么东西不能选 有什么这一辈子 你不能选的 你都不敢说 死亡 不是死亡 不是死亡 我们不能讲死亡 我们要讲 建主耶稣的时间 阿们 我们 牧师我们不会死 我们只是睡了 我们要见耶稣了 阿们 你也当得要共我 你跟我说 我想什么时候 去见耶稣 可以的举手 我看看 你可以说什么时候 有人举手 你自己定时间了 门都没有 你怎么能选 你什么时候 去见耶稣 你能不能选 你要怎么去见耶稣 我常常在讲台上 我有个心愿 我告诉主 主啊 我就服侍你 我今年72 我还不想退休 我最近还在祷告 求神 容许我再服侍他20年 我坐在90岁 那怎么死呢 怎么去见耶稣呢 不是死 怎么去见耶稣 我说主啊 最好是 不是现在 我在讲道的时候 现在讲了 死了 走了 你们都不知道 我要讲什么 你们都不知道 怎么舍怎么得 我讲完了这个 然后我说 奉主的名 哈利路雅 我就躺下去 我就走了 牧师就替我 办追尸礼拜 有那么好的事吗 门都没有 对不对 没有 我告诉你 很多事你要选择 你要决定 你要怎么办 只有一个 怎么去见耶稣 什么时候去见耶稣 你根本就不能选择 放弃 你不喜欢的东西很容易 舍嘛 哪一位家庭主妇 或是弟兄 你们家里的垃圾 都放两个月 才拿出去丢的 举手 我看看 绝对没有 没有 会让人笑死 垃圾怎么放在家里 会臭啊 垃圾 我们台湾市台北市 垃圾市会来 会音乐一响 就赶快从楼上拿下来 丢了 垃圾不要 会发愁 要丢了 姐妹你穿得那么好 你那个衣服 可不可以随便把它丢了 你很喜欢那套衣服 对不对 很帅气嘛 尤其我今天跟你讲 你也会常常穿 他不会把他喜欢的衣服丢掉 你知道吗 你要放弃喜欢的东西不容易 因为你会舍不得 你不敢嘛 左右为难 怎么办 有人说了 姊妹们特别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姊妹 衣柜打开来 哇 都是漂亮衣服 你随便挑一件 说这件你喜欢 我特喜欢 你买多久 买三年的 你穿几次 龙总穿两次 衣服很多 你叫他丢 他舍不得 你叫他天天穿 不要了 天天穿这个不好 不容易 左右会为难 那我要请大家来看看 圣经当中 我有开啊 是右边啊 有人说左边 OK 我来请大家看两个 第一个 旧约里面的摩西 这里说什么 摩西因着性长大了 就不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 摩西这个人听过吗 牧师里面都有 对不对 旧约里面 名人啊 十届的电影看过的人举手 我看看 十届 这里没有演十届 哇 那个电影十届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 摩西走到红海的时候 葬一身 红海分开 然后百姓都这么走过去 壮观 他本来在埃及 他是王子 他可以享受一切 一切一切的美好 如果拿现在开车 那个Mercedes都没有用 都算不得什么 你知道他当时是四匹马 拉着的马车 威风的不得了 他吃香的喝辣的 可是当他知道 他是犹太人的时候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 他放弃了王位 然后必须要逃到旷野去 四十年在那里受苦 我不知道那四十年 他有没有埋怨 如果是我不知道 天天都要埋怨 神啊 我本来是王子 我只是爱你的百姓 你怎么可以让我到旷野 来在这里受苦 我不知道 他应该没有 可是八十岁的时候 所以我七十岁 我觉得我还七十二岁 还年轻嘛 神八十岁的时候 用他带以色列民出埃及 出那个被奴隶之地 其实摩西在预表 耶稣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带领出来 他可以留在王宫里面 他可以享受一切 可是为了他的信仰 这么讲吧 今天来讲 为了他所信的基督 他可以放弃一切 这是他舍的 那得什么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场势 他为什么肯舍 因为他清清楚楚明白 他舍弃世界的这一切 他会得到比这世界更好的 更美的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你有这个想望吗 你的想望是什么 哈利路亚 不是在今生啊 将来跟众天使 跟所有的圣徒 在天上唱哈利路亚赞美神 那个时候你可以去问彼得 彼得大哥啊 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三次不认主 记得吗 你现在不知道 你到那里可以见到彼得 一定可以看到彼得 你可以问他 他舍弃了世界 得到了 什么 得到永生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在圣经 新约的圣经四福音书里面 有三卷福音书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都有记载 马太也有 这一段马可福音说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 有一个人 这个人在其他两卷是说 他是年轻人 再一卷书说 他是做官的 是一个年轻的 而且是做官的 很有钱的年轻人 有一天 他听见耶稣要过来了 他就跑过去 然后跪在地上 他说 夫子啊 老师啊 麻烦你 请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 可爱不可爱 在座的哪一位 你们曾经到牧师的面前说 牧师啊 拜托 你的求求 你是神的夫人 你又能不能帮我施洗 我想信耶稣 我不想进地狱 我下地狱 我要进天堂 有没有人这么做过 牧师有人这么做过吗 没有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个年轻人可爱不可爱 他是年轻人 有钱就当官 他居然懂得要求永生 这是他宝贵的地方 不是我说的 你知道吗 耶稣问他 你十戒熟了没有 他说我从小就熟了 圣经这里说什么 耶稣看着他 下面三个字请你们念给我听 耶稣看着他 怎么样 就爱他 你到圣经别的地方 你找不到有一个字 耶稣看某个人 写就爱他 为什么爱他 这个年轻人真的可爱 从小就守诫命 而且懂得谦卑 到主的面前说 主啊 请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我才能得永生 这是他追求的 可是追求归追求 耶稣给他一个测验 耶稣跟他说 你真好 OK咯 你做得那么好 那现在呢 我告诉你 你只差一件 如果告诉他 差一百件 很可怜啊 差一件 你只要再做一件事 你就可以得永生 简单吗 很简单啊 只要做一件事啊 不然叫你做十个 做二十个 做三十个 做四十个 做一百个 你要做一百个 没那么多 要怕四十个 再做一件事啊 再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 耶稣给他 耶稣给他一个测验 耶稣说你 回去 把你所有的变卖 然后分给穷人 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就这么简单 姐妹啊 回去 把你所有的家当拿出来 卖掉了 拿去给穷人 来跟从我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你没有像那个年轻 那么有钱 我们都会觉得不容易 对不对 这是取舍 耶稣要看他 要舍 还是要得 你想得永生 耶稣说 你要舍弃一些东西 那结果怎么样 这个年轻人 性匆匆的 很谦卑的跑到耶稣来 谦卑的跪下来 结果一听 这个年轻人 做官的又有钱 一定很聪明 对不对 没有算盘 他如果有算盘 这里拿起来 啊 你爱货 花不来 我卖掉所有的 不是存在银行 慢慢花 而是给了穷人 那给了穷人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变什么 我变穷光蛋 对不对 然后再跟随你 我变穷光蛋 再跟随你 这边哪会好 一想 不行 马上脸色变了 口过云照出来 不是微笑的脸 本来很幸高兴的来 现在是愁愁苦苦的 悠悠愁愁的走了 为什么 圣经说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好可惜哦 本来是 来追求永生的 可是耶稣考验他的时候 他可以为了世界 愿意舍弃永生 那他来求什么 他什么都好 借命也守 可是贪爱世界 他就失去了福分 我觉得我们的神很幽默 这个是在路加福音 也是讲这个年轻人 在前面讲年轻人 你去看 在前面 前面的几节 讲这个年轻人的故事 后面到二十九节 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 他说什么 耶稣说 不是亲太告诉你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人为神的狗 撇下房子 或是妻子 弟兄父母 而你没有在今世 不得百倍 在来世 不得永生的 简单吗 简单吗 耶稣宣告了 人如果为了他 愿意偏下房屋 那就没得住了 愿意偏下你妻子 而你老婆什么的 然后 没有在今世 不得百倍 在来世 不得永生的 还有这个圣经 有时候很麻烦 贴下 帮萨一切 都不要帝了 你母亲不要帝 再离婚 那会再起 牧师打死他 也不会叫你离婚 要好好的爱你妻子 儿女 你知道这个贴下 是什么 不是叫你丢了 不要你的老婆 不要你的孩子 不要你的父母 圣经明明讲 孝顺父母的 就怎么样 就必蒙福 对不对 带着应许的 这里怎么会 我讲个这个告诉你 你大概就了解 我记得四十几年前 我要跟我老婆 结婚的时候 现在的师母 我跟她讲一件事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在读神学 我快要出来 当传道人了 我就跟我的老婆说 你愿意嫁给我 跟我一起服侍神 我要先告诉你一件事 我们要立法一章 不要三章 我说 因为我是传道人 牧师一定同意 我要告诉你 他永远是第一 神永远是第一 懂这意思吗 然后我跟他讲 你是第二的 你是排第二的 你不能高过神 神的事优先 才你 I'm third 我是最后的 顺序是什么 弟兄姐妹 信了主以后 你有属灵的生命以后 你的生活 你要有顺序 很多时候我们是 I am first You are second He is third 对不对 通常呢 我挂胸要劲 我先顾我自己 再顾我的老婆 顾我的孩子 然后神啊 对不起啦 他们 我很需要照顾他们 我有时间在照顾你啦 倒过来啦 No He always is first 阿们 神永远居第一 这里的偏下 不是叫你把你老婆离了 不要叫你的父母 不要了 而是说弟兄姐妹 我简单讲 七月到八月的嘉年华 牧师需要你们 神需要你们 如果你们把什么事都给他做 我告诉你 师母会控告你们 他就快死不老 你听我 你懂吗 你们把他累死 我告诉你 神给他印象 他发起这个工作以后 需要弟兄姐妹 你们大家起来 跟他同心合一的 把嘉年华 办得有生有色 荣耀神的名 他是第一的 阿们 你的老婆孩子 你的弟兄姐妹 这些弟兄姐妹 把他摆第二 你自己摆第三 我告诉你 有些人说夫妻会吵架 因为老公都说 I'm first You are second 老婆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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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first You are second 所以会吵架 如果老公说 老婆 You are second He says 我先考虑你的 再考虑我的 还会吵吗 老婆还会跟老公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会吗 姐妹们 如果你老公让你 你还会跟他吵吗 不会吧 这吵起来不是三八 阿们 持续搞对了 没有吵架的事 你尊重你的老公 你尊重你的老婆 他的事优先在你之前 但是不要把他的事 优先在神之前 这是我要讲的持续 这里讲了 请你们读圣经 不要讲 好难哦 信了耶稣 还要撇下房子 还要撇下父母 弟兄姐妹 儿女 不是 主是说 当有神的事 临到你的时候 把他们放在一边 先放着 这样懂吗 很简单 这样 现在你懂这一句了 不要忘记 这里的次序是 神永远是第一的 你的边上的人是第二的 你把他放最后 你自己的事不要先考虑 然后他说 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的 哇 那我要想呢 这个有时候不要用字面 那刚才有人奉献 一千块的没有 不要这么讲 那你奉献一千块 一百倍是多少 嗯 多少 十万 啊 十万 哦 欠给神下个月 他还我十万 这不是百倍吗 哦 不要用这个诚 如果你的奉献是 想说我奉献一百块 变一万块 这里的百倍是什么 是在属灵里面 属灵的丰盛 神都要赐给你 不是让你用成一百 那你如果奉献十块而已 你好可怜啊 你只能得到一千块 对不对 那你说早知道 牧师不早讲 我就奉献一万 那我就得一百万 不是这个 这个的百倍是说 在今世 神会把你所需要的 跟属灵所有的恩赐 都赐给你 阿们 哈利路亚 不要吝啬奉献 你知道吗 要不然圣经为什么 都多重的多收 少重的少收 这是属灵的原则 但是不要用成一百 更宝贵的是 来世有永生 哈利路亚 我们服侍神 不是为了今世 阿们 那是神会赐福给我们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 祂赐福才去服侍祂 我们是将来见神的时候 天使点名 皇帝 我就 哟 我抬头挺胸 不要哪一天叫做 皇帝 天使一叫 哟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为什么 修于建筑 要不然你又垂头上去 你要建主 望王之王 你抬头挺胸 看着他 阿们 不一样吧 你要娶什么 你要舍什么 要得什么 不要忘记 当了基督徒以后 爱神跟爱世界 是绝对不同的 对不起 我刚才忘了问牧师 我可以讲到几点 我等一下 我可以讲三个钟头 你相信吗 我的见证很多 而且非常感人 如果你们可以 十二点再回家 我讲到十二点 不会啦 你们不要 我自己会累死 七十二岁了 我可以讲到九点几分 九点半 所以还有二十二分 22分 我要把握这二十二分钟 我刚才忘了问他 圣经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都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了 简单来讲吧 当你信了耶稣以后 你是基督徒以后 你不可以 脚踏两条船 这句话就没有 一脚一台船 左脚这是世界的船 这是属耶稣的船 如果你踏两条船 你知道你要做一个什么事吗 你要祷告 神啊 保守这两条船都平行 一直平行 一直平行 Never 属世界的船 永远不会跟属灵的船平行的 对不对 属世界的那是邪恶的 怎么可能跟公义的神的船平行呢 他总要左边的船长说 好吧 我们往左边去 不要跟他们同走了 然后他就往左边走 那往左边走会怎么样 发生什么 你的脚会这样子 你怎么怎么搞的 他一直走了嘛 那你能张多少 你的脚有多长 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 你是要把属灵的脚 拉过来站在属世界的船上呢 或是你要把属世界的脚 拉过来赶快回到教会的这个船上呢 要不然你只有一个结果 普通掉下水 是不是 张开了 那你不肯不肯选择吗 两条离开一个地步 你就 掉在水里了 看到没有 弟兄姐妹 当你信耶稣以后 你本来就应该做一个抉择 你要好好的爱神 还是你想要爱世界 你又要永生 你又抓着世界不放 不可能的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 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会退后 会冷淡 会没有力量的爱主 为什么 因为贪 爱 世界 我加一个贪字 求主怜悯我们 基督徒一生当中有很多的取舍 保罗说什么 只是我以前以为 与我有益的 回到最 你看 保罗说什么 只是 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看到没有 先前跟现在 对不对 以为跟当作 有益跟有损 是不是都对比 什么是先前 请你告诉我 什么是先前 很简单 你还没有信耶稣 以前 那叫先前 当你信了耶稣以后 那是现在 情况不同 先前你因为不认识主 你不知道真理 所以你随从 魔鬼 撒旦走世界的路 没有人怪你 本来的 你是他的奴夫 可是 现在那些 我以为有益的 以前没有信耶稣 以为很好的 哎呦 这个很好啊 去看电影啊 通宵啊 去什么唱卡拉OK 通宵啊 好玩啊 什么都好玩啊 当你信了耶稣以后 神的灵感动 你 No 那些是邪恶的事 你就 把那个当作 有损的 懂了没有 你还没有 得到生命之前 你以为 那个世界 太完美了 可是当你 信了耶稣以后 你就发现 其实在世界上 很多的事 很多的东西 会影响你 跟随耶稣 会影响你的 灵命 长进 以至有一天 你可能会 回去走世界的路 你又走回地狱里去 你不要信 那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的道理 你知道吗 你们听过吗 神学里面 有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那太好了 你受洗了 哎牧师啊 一万块 拜托你了 不用了 我认罪悔改 你帮我施洗 起来以后 我又回去世界 我还能得救吗 那么简单 那你用钱买就好了 不可能的 你必须有改变 有一个原则 是属灵的原则 而且我自己认为 永不改变的原则 那就是在属世的方面 当你信了耶稣以后 在属世的方面 你不改变的话 你就不可能在属灵的方面 有收获 我可以这样宣告 你爱世界嘛 你一直爱世界嘛 你的灵命怎么可以成长 像保罗说的 你们本来应该做师父了 到现在还在 做什么 还在吃奶 阿们 圣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不是你信了耶稣 你就成长 你要追求的 你要放弃一些东西的 你要改变 信主之后 在你的爱好上面 在你的心思意念上面 在你对事物的看法上面 都必须改变 年轻人 我在说 你们也要看清楚 要改变 你的同学说好的 不见得是好 你要查考圣经 真的好就失手 如果不好 你要改变它 不要它 这是改变 以前你以为很好 你有了灵命以后 你知道那是有损的 而且保罗说 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 看作粪土 有人说了 牧师啊 你怎么这么讲 那你说这个世界是粪土 那我怎么办 我也不能吃也不能穿 我也什么都不要做了 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是不是粪土 是不是粪土姐妹 这个世界是不是粪土 No 这个世界不是粪土 这个世界如果真的是粪土 我就不信耶稣了 那你吃什么 你穿什么 你开什么车 这个世界是最美好的 是神创造来给我们 享用的 阿们 因为神创造的都是美好的 你相信吗 只是人误用了嘛 看你怎么用它嘛 你误用了 滥用了以后 当然就是不好的嘛 我真的说 因为神也说了 主耶稣说 千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都要赐给我 赐给你们 阿们 这一切是什么 你吃的 你穿的 你开的车子 你住的房子 就是这一切 但是一个原则 要先求神的国 跟神的义 你才能得到这些 保罗把世界看作粪土 他不是说世界是粪土 我巴不得为你们祷告 你们年轻人 我为你们祷告 每一个弟兄姐妹 不久 神祝福你们 都住豪宅 住开名车 没有人要阿们 你们今天上帝 福气 给你们上帝 你们叫帝师 上帝文殿的帝师人 会吗 你怕被神的恩典压死吗 牧师啊 我祝福他们 为什么 每一个人收入越高 他的十分之一越多 你就可以 有更多的钱 可以做神的工作 阿们 阿们 年薪一万块 只能奉献一千块 对不对 年薪十万块 你十分之一 我先只有做十分之一 你要奉献一万 你要奉献一万 还是要奉献一千 你们要奉献一千就好 这么谦卑 一万 阿们 那如果奉献十万好不好 年薪一百万 那你知道这么多人 如果不要说了 不要说十万 都是年薪 就十万 都是一万 哇 牧师啊 我们教会可以做很多工作 因为光十分之一 就两三百万一个月 阿们 你为什么不敢说阿们 神可以祝福你 看你怎么去看神的工作 你先求祂的国跟祂的义 祂就祝福给你 保罗是说 把他看作奋徒 意思是什么 意思要我们信耶稣的人 必须把一切会拦阻你 拦阻我 更认识主 更加爱主的 听清楚了吗 不管是事或是人 会拦阻你 在教会里面 不能更爱主 不能更多的服侍主的 那些都当作奋徒 有没有哈韩族在这里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 台湾很多哈韩族 你知道吗 喜欢看韩剧的 他们叫哈 韩族 哈韩族 不是韩族啦 像蚂子的韩族 韩剧有罪吗 可是如果看韩剧 看到连聚会都不要 祷告会都不要 有罪吗 当然有罪 我还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 教会里面在做一个动作 牧师在台上说 我们要出偶像 奇怪 你们信耶稣故事都出偶像了吗 牧师还说要出偶像 你在发生什么事 民国五六十年那个时候 就是西元19 大概五零年代 台湾开始有电视 那有电视连续剧 这个连续剧最害死人 害死很多基督徒 连续剧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有一天一天 礼拜三不看 不知道礼拜二的结果会怎么样 对不对 结果好了 死不死的礼拜三 都是祷告会 还没有电视的时候祷告会 哇 弟兄姐妹都来了 后来呢 一有连续剧呢 怎么两百多个 变一百个 变五十个 变三十几个 变二十几个 最后呢 只有牧师师母跟他孩子 那你说那个电视是不是偶像 所以牧师总要除偶像 把电视砸烂 我跟他们讲 拜托你们不要砸 送给我 我买不起嘛 神学生嘛 他是不是偶像 他不是偶像啊 你看电视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奥林匹克 你要飞去那里吗 你要飞去雪梨吗 你要飞到澳洲去看吗 不用 你在你家里打开来 哇 实况转播 跳水啦 什么都有 对不对 电视谁说是偶像 但是问题 如果你电视迷着你 你不能敬拜神 你不能爱主 你不能服侍神 像这个一样 你们是不是低头主啊 中间是低头主的老师举手 你们都没有属灵 牧师啊 大复兴啊 你的弟兄姐 都不是低头主耶 他们都不会滑手机耶 有一天我在这个捷运上面 我看到一个太太 坐在我对面 你知道她在干什么 她手机这样拿着 手这样子 一指神功哦 在做什么 请告诉我那是在做什么 年轻人 她在玩gain 那如果这样子 这个把它丢地上 我不能争财 他才不是 我告诉你 智慧手机不应该成为偶像 你们知道吗 我每一天 我的calendar 你看每一天都有写事情 我每天老了 早上起来要看 今天有什么事要做 不然会忘掉 对不对 他很好用耶 我的电话 你们可能比我多了 我的电话里面有500多个私讯 526项 就是有526个人的电话 我这么老了 七十几岁 我能系500多个 这个很好啊 你知道我举例给你看啊 我举这个R字好了 你知道R是什么吗 年轻人什么是R 我分类 Raven 牧师 牧师类在R R的没有家的 是美国的牧师 我这里有RC 哪个国家的牧师 C是哪里 China 中国的 我这里有RF 法国的牧师 我有RH 香港的牧师 我有RM 哦 祖祥牧师 我们亲爱的 王牧师在RM 王祖祥牧师 就打开来 就可以打电话给他 很好啊 他帮助我啊 我还有RS呢 新加坡的呢 我还有RT呢 台湾的呢 谁说他是偶像 他好得不得了 可以帮助你 但是如果你一天到晚 滑手机 连聚会什么什么事都不干 我告诉你 把他砸烂了 免得影响你上天堂 懂了吗 我这讲道很前行 对不对 我不会讲深奥的道 保罗提醒我们 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 他说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奋徒 他说我为了要得着基督 保罗丢弃万事的目的 就是要得着基督 因为基督是至宝 跟我说哈利路亚 基督是至宝 什么是至宝 至宝是你没有办法 用钱买到的 你没有办法 用你的地位换起来的 你没有办法去 想尽办法 没有 为什么耶稣基督是至宝 哪一个人 你们拿了一千块一万块给牧师 说请他帮你施洗的 我相信耶稣 没有 刚才我们在这里领圣餐 那是白白得来的 那是恩典 我们今天是都是恩典牌的人 我们的商标是恩典牌 白白得来的 这个至宝是没有办法交换的 可是我要问你 当你得到这个至宝 你有什么反应 我还是跟年轻人来玩游戏 年轻人你信了耶稣以后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Were you exciting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你有没有exciting 没有啊 你们信耶稣的时候都没有兴奋啊 你都没有说 我信了耶稣啦 我得了永生啦 这不是反应吗 姐妹 你没有这样对不对 你比较含蓄一点 不管你有没有那么含蓄 你内心也有激动过 对不对 兴奋啊 不一定像我这么大声啊 你有兴奋 为什么 因为你得到了平安 阿们 你不再惧怕 你有平安 然后你有喜乐 那种喜乐不是得中的什么乐透 什么的喜乐 天天都喜乐 因为在主里有平安 你充满喜乐 阿们 那是没有办法用钱买的 那些有钱人喜乐不起来的 你不要羡慕有钱的人 他们口袋都破了个洞 像圣经讲的 他很会赚钱 赚了钱也放在口袋里面 老婆生病 孩子生病 通通把他花光 他存不起来的 他没有喜乐 你有喜乐 你有平安 你感恩 对不对 你不是常常都会跪下来 在主的面前 不用在我们的面前表演 你在你家里 你不曾这么做吗 想到他的恩典 不由得你就跪下来说 神啊 我真感谢你 阿们 没有啊 没有人要阿们 那你们牧师糟糕了 他真的会累死了 如果你们都常有感恩的心 牧师都轻松了 因为有你们作为他的最好的帮手 然后我要问你 你会想到分享 分享 分享 我们在台湾说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阿们 跟你的邻居 跟你的朋友 跟你同事 跟你的亲戚 分享主耶稣的恩典 有哪一位弟兄姐妹 感谢主 你们真的弟兄姐妹很多 但是 我看见还是有一点遗憾 这里有空位置 这里还有那么多的空位置 你曾经这么做过吗 你到教会以后 你发现我们位置很空 你就曾经走到一个地方来 你就说主啊 你扶着这个椅子说 我按锁为他祷告 主啊 这个空子好可惜啊 我们芙蓉 还有那么多花人 还没有蒙恩得救啊 主啊 让我们努力做工 让这里坐满了人 都在这里敬拜你 你做过吗 我跟你挑战 神很复兴你们 但是还不够 我这个人讲话很坦白 我看到还有三分之一 以上的位置 你要不要出去分享 七月到八月的嘉年 华是最好的机会 起来吧 去分享 去传福音 耶稣说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 牧师别讲的那么多了 怎么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请大家看一个影片好不好 让我休息两分钟 快快快 变变变 互联网用户的数量 从1999年 至2013年 14年间 已经增长了10倍 16年7月 全球已经有34亿人上网 几乎占世界人口的一半 相比95年 当时全球可以上网的人口不足百分之一 而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多人上网的国家 那么多互联网用户上网做些什么 玩游戏 社交通讯 看影片 听音乐 找资料 网络上网络平台成为商家必争之地 谁掌握媒体 谁就掌握世界的话语权 基督徒在这个网上媒体领域可以做什么呢 任由不良资讯 天击思想污染世界 灵风传播中心 回应神的呼召 为主在宽阔处 街市上发声 成立真光网站 向全球华人 传递基督徒价值观 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 用现代的方法传福音 目前真光网站 已经有四千几个收听节目 我们希望有系统的圣经教导 要用各种方法把基督徒道理寸在心里 持续等到奖赏 三千几篇文章 还有涉及五百条影片 为什么基督徒要守主日 你拥有越多就越快乐 试骗人了 这个是一个 彭信心发展的事工 有赖弟兄姊妹 同教会的奉献 请支持这个事工 使我们能够继续服侍 将真光照亮网络 媒体世界 无缘忽戒的事奉 服侍全球之华人 牧师 借我十分钟可以吧 已经三十二分了 可以借我十分钟吗 可以啊 谢谢你们 OK 我们都知道 世风日下 如果你打开媒体 不管你打开 你的手机 或是你的iPad 或是你的电脑 我可以告诉你们 里面百分之六十以上 都是邪恶 误会 魔鬼的工具 所以很多家长 注意孩子能上网的事 对不对 做爸爸妈妈的 你的孩子上网 你有没有在注意 有 你怕他走入 那个偏激的思想里面 刚才告诉我们 全球上网人数 已经超过三十四亿 光中国就超过一亿 你就知道 这个传播的 这个讯号 那这个是一个趋势 所以 林峰传播中心 原来是做广播的 牧师讲了 他在1968年开始 明年是50周年 做了大概 43年的广播 那你们都知道 现在听广播的人很少 后来他们同工们 就祷告 觉得说广播已经示威了 他们就开始 用网络的事工 所以大概做了六年 那希望能够借着这个网站 能够传福音给更多的华人 从今天开始 我可以告诉各位 真光网站里面有很多的 圣经教导的课程 到今年底 我们会把新约全书做完 今年底 明年会把旧约全书也做完 那如果你可以 滑手机不要紧 每天滑到真光网站 用半个钟头 看两个节目 里面有很多 你要比如说 我哥林多前书读不懂 你去看 我们的节目都大概15分钟 你看两个是半个钟头 我可以跟你保证 你只要去上去 每天用半个钟头 不出半年 牧师会 哈利路亚 弟兄啊 姐妹啊 你对神的话语认识这么多了 你会增长的 请你们记住 三个w.zztai.com 也请你用你的手机 用你们是用WeChat 还是用Line 或是用 用什么 WhatsApp 把这个网站 分享你的朋友 让他们来看 让他们得到造就 去年五月 那我本来是 在美国总会 在一个印这个灵火圣经 读读本圣经的机构里面 服侍了八年五个月 去年的四月三十 我要退休了 三月二十三号 神把灵风传播中心的 前一任的总监 他跑到美国去找我 坐下来跟我谈 你能不能来接灵风的事工 我说干嘛 他说我们已经找了两年了 我们已经四五十年了 我们觉得应该 把这个华人的事工 交给华人来接吧 他说找了两年 有人来interview 后来都退缩了 等一下你都知道原因 你能不能来接 如果连你也不能来接 我们再找不到人 我们年底可能会把这个事工 关掉了 我一听 一个很大的shock 做了四十几年的 传福音的事工 而且这是对华人的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 全世界是华人的人口最多 阿们 现在有超过十四亿 包括海外的 海外的差不多八千到一亿 八千万到一亿 中国大陆有十三亿多 这么大点事工要关掉 我舍不得 所以呢 我就平信说 好吧 我接 我接了 我的很多好朋友 爱护我的 他说牧师啊 你都七十几岁了 你是在驾驾 大家听听吗 驾驾知道吗 你自己找自己的麻烦 你七十几岁了 你干嘛去挑这样的担子 为什么刚才说 有年轻人谈一谈都不来 因为这个机构 是小机构 不是大机构 但是他每个月需要 一万两千块美金的经费 年轻人一听 我去当总监 还要负责募款 一万两千块 退缩了 那牧师你好大胆 你敢吗 不 不是我大胆 我回答我的朋友 就是因为七十多岁了 神还不嫌我老要用我 那是他抬举我 弟兄姐妹 不是只有七十几岁的人 甚至年轻的人这一群 我刚才很喜欢跟他们讲 当神呼召你 每一个弟兄姐妹 神要你出来服侍 我们先讲七月到八月加年华 如果神感动你的心 叫你出来 是神抬举你 不是因为你行 阿们 神要用我们是看得起我们 所以我跟他们讲 我这个老头不敢不是抬举 所以我 我不怕你们知道 我硬着头皮 凭信心就把他接下来了 而且我告诉我的朋友 他不是担子 神的工作永远不是一个担子 我可以告诉你宣告 年轻的也好老的也好 神的工作 神要呼召你去做他的工作的时候 不要把他当成担子 没有人要阿们了 我跟你们挑战 你们不敢说阿们 你认为神叫你出来服侍 他是一个担子吗 你记得吗 耶稣说你们的担子是清醒的 读过这个吗 神不会把你挑不起来的担子 放在你的肩膀上 让你压死 你听到没有 你用信心去 我说他不是担子 他是一个事工 是属神的事工 是向14亿的人 传福音的事工 他永远不会是担子 那你怎么那么大胆 不是大胆 因为我相信 既然是他的事工 他会帮助 他会开路 他会开那看不见的门 我不是比尔盖茨 不然我奉献一亿美金的话 他们坐死了 不知道坐几十年 没有 我今天为什么来 我就是把这个事工 跟弟兄姐妹分享 请你们一起跟我同工 你可以 你可以参加有份 第一 你可以为我祷告 为这个事工祷告 在你每天祷告的时候 借我两分钟 两分钟就好了 两分钟可以祷告很久 很多 你在两分钟呢 提到灵风传播中心 提到那个72岁的老人 那么大胆的老人 你为了祷告 主啊你保守他 有健康的身体 继续的奔波 主啊你让这灵风 所有的经费都得到 主你的供应 你可以祷告 阿们 再实际一点 你可以参与有份 你的手上都今天拿到一张 认线单对不对 我不要你们今天写 我不要你们今天把钱奉献出来 你拿到那个认线单 那里有写 有人可能有的没拿到 灵风传播中心的 我愿意奉献支持一次性的 一次或是每个月奉献 然后你把你的大名写下去 你方便的时候 你有感动的时候 你交到教会里来 师库教会会寄到台湾去帮助我们 我要告诉你们 其实你们教会已经参与有份了 去年牧师教会寄了大概一千块美金 来支持我们 我来 我刚才先不跟你们说谢谢 我最后才跟你们说谢谢你们 其实你们已经参与有份了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今天我让你知道 在台湾有一个灵风传播中心 他需要你们 他们需要你们 他们需要你们持续的为他们祷告 因为这个是一个无缘弗界的侍奉 你走到哪里去 只要你能WiFi 我们就可以帮助你 无所不至的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服侍全球的华人 我只借十分钟 我现在用了九分钟 谢谢牧师 给我多用了九分钟 也谢谢弟兄姐妹 愿神赐福给你们 你们把那个单子拿回去以后 你们有什么感动 如果你觉得你不方便 请你不要忘记 每天在祷告当中 给我两分钟 为我祷告 谢谢 好 感谢上帝 我们有机会听到这个灵风传播中心的这个消息 他们能够去上网看看这些资讯之外 那你可以为他们祷告 如果你有负担 也可以任先奉献给这个传播中心 好了 我们继续支持圣工 Amen 感谢神 好 我们就是站了起来 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感谢主 记得上会之后呢 我们有 美费报纸可以说起 可以 然后呢 就是呢 我们一些的 资讯可以去 去 说起 我们一起来用主导文就结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免得在 不只要我们一件事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品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愿主耶稣 你的恩惠 和圣和耶稣 上帝的慈爱 是你的感动 以我们同在 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耶神祝福你们 如果你负担 要任先卡帖的 这种可以给回我们 给耶神 以你们同在 我们可以的自由上会 明天早上 我们牧师也在 这个星辰教育分享 所以如果有机会 可以参加 这个星辰教育 我们第一次 启用我们的新堂 感谢主